朋友们 你以为美国四千亿杂相AI就能躺赢吗 错了 中国早就在下一盘更大的棋了 大家都知道科达和诺基亚吧 当年可都是神一样的存在 结果说没就没了 后来就没有后来了 为什么 因为竞争对手突然跑通了一条全新的赛道 直接把他们给干翻了 古人说的好 圣极而衰 这话真是一点都不假 而现在咱们正在见证一场更加震撼的弯道超车大戏 美国还在那批命烧油 中国却已经偷偷摸摸的把电气化率搞到了28% 你说这背后藏着什么惊天秘密 说起来 中国走上电气化这条路 还真不是主动选择的 而是被逼出来的 咱们想想当年的情况 中国拼了老命想要在燃油车领域有所作为 结果怎么样呢 技术不行 还是玩不过人家 更要命的是什么 能源完全被人家卡着脖子 西方中东 还有马六甲海峡 哪一个不是咱们的软肋呢 更气人的是 咱们辛辛苦苦做代工 拼命搞出口 结果好处的大头都被美西方国家拿走了 人家享受着便宜商品 还过来说咱们碳排放太多 要额外收咱们的碳税 这简直就是太过分了 表面上看呢 这就是一个落后国家被发达国家打压的老套故事 但实质上呢 全都围绕着一个核心问题 能源 正是在这种极端被动的处境下 中国被逼无奈 走上了全面拥抱电气化的技术路径 你看 很多时候啊 不是你想要成长 也不是你真的天纵英才 而是对手把你往死里逼 硬生生逼出来的 就在中国被逼着搞电气化的时候 美西方国家在干什么呢 人家继续躺在过去的功劳部上 继续吃香喝辣 阳光海滩度假去了 于是啊 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出现了 中美两国的能源科技产业发展路径 彻底分道扬镳了 美国继续拥抱石油化 咱们则加速拥抱电气化 这个分化有多明显呢 给大家几个数字感受一下 截至目前 我国电气化率已经超过28% 这个比例远远高于欧美主要发达经济体 考虑到咱们是世界工厂 在电力供给的绝对数量上 更是秒杀全球主要制造业国家 大家想想看 以中国全面电气化的速度比重数量 未来科技产业底部最关键的支柱 要有多夯实啊 关键是什么 还不用担心被人家卡脖子 就这样 中国在极端被动的处境中 反而对美国的大量产业实现了弯道超车 现在轮到美国难受了 美西方国家面临着一个非常尴尬的局面 过去掌握的产业优势 养着大量既得利益群体 扔不掉 面对中国新的产业弯道超车 自己又无法快速跟进 这就导致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面临了第一个严重的错配 就是能源与产业科技之间的错配 这里我可不是要畅空美国 美国好坏那也是人家自己的事 不是外人说几句就能左右的 但事实就是事实 美国自己也培养了很多理工科人才 但是失业率极高 是不是感觉有点晕菜了 最近有消息说川普团队在考虑对HEB签证政策进行调整 这其实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美国的科技企业为了获得高收益 一边拼命削减本土理工科人才就业 一边拼命招收HEB签证的海外人才 所以在美国独理工科反而未必是好出路 面对的可是全球其他地方同类人才的低廉薪资竞争 从这个角度看川普不是发疯 人家还是有脑子的 确实在想办法解决问题 不过这也说明了什么 美国国内的制度安排与美国想要夯实石油科技产业体系 已经产生了严重的背离和冲突 这是第二重挫配 中国可以做到加速电气化 美国却迟迟无法有像样的推进 在人才培养体系方面就直接被卡住了 除了前面两个挫配 还有一个更要命的问题 任何一场高科技革命都是长期的 都需要循序渐进 但是现在美国人在AI方面的重资产投入 已经到了发疯的地步 他们甚至把短期整个美国经济 全部压住在这个投资上面 给大家几个数字感受一下 这种疯狂美国 光今年已经投入的AI基建 就超过了4000亿美元 4000亿啊朋友们 美国去年GDP的增长中 相当大一部分来源于AI相关投资 整个美股的主要信仰动力 也依赖AI投资所给出的未来高科技畅想 所有人都在对赌一种可能性 只要AI产业革命成功 起码给美国带来数万亿美元 甚至10万亿美元以上的收入 如果这个预测真的能实现 那现在发疯投资AI好像也没毛病 但问题是什么呢 现在AI投资占全美GDP比重 已经超过1.2% 这已经超过了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裂前的巅峰 更要命的是 美国家庭的资产收入中 主要来源于美股 占比超过四成 所以大家想想 只要AI革命被市场打脸 从美国经济到美国居民家庭财富 都将是一场灰飞烟灭的雪崩 这谁受得了啊 如果继续往里看 这一切都建立在两根支柱上 英伟达和石油化能源供给体系 英伟达的软肋是台积电 台海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他们家也要吐血 至于石油化能源电力供给体系 那更是千疮百孔 根本撑不起AI产业未来所需的电力需求 看上去强大盗爆的美国经济和美股 实际上是建立在极为脆弱的根基上 咱们不妨想象一下 如果美国能够实现中国级别的电气化 是不是就完全不用担心 AI产业的电力需求了呢 确实如此 上述三大错配其实非常严重 毕竟一切严重的错配 只要时间拉长 甚至形成路径依赖 最终都不会有好结局 关键是美国这里已经形成了 严重的路径依赖 确实没有办法扭转 就拿短期疯狂投资AI来说 哪怕暂时没有看到回报 也只能继续搞下去 当年2000年互联网泡沫的破裂 也是克林顿为了政绩做出的类似纵容 谁说人类会吸取经验教训的 咱们中国确实还有很多短板 比如芯片 不过大家也看到了 咱们是目光远大的在循序渐进布局 努力补齐每一块短板 尤其是在电气化方面 这些年都是按照超前部署的方式 加速布局的 从经济学角度看 长期的资源错配 势必意味着未来的超级危机 以上这些致命的错配 未来或将彻底改变历史进程 人啊 无论短期多么成功 最终都会均值回归 国运也是如此 就像去年被吹爆的阿根廷米莱 现在变成什么鬼样子了 中美这波科技战其实已经进入了至关重要的拐点 中国的电气化早已一计绝尘 而且还在野蛮狂奔 反观美国继续抱着石油科技产业的体系相互撤肘 最终会被自己的石油化带入沟里 当然咱们更要看到中国如此超前部署电气化 也确实在为中级梭哈做准备 一个全产业链自主可控的高度电气化的世界制造业强国和军武大国 如此隐忍 这是要干什么大事呢 大家想想看 当美国还在那为了石油打来打去的时候 中国已经悄悄的把电气化这盘旗下的这么深了 这不是简单的技术路线选择 这是关乎国运的战略布局啊 朋友们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 谁能笑到最后 咱们拭目以待 这个赛道值得长期关注 看到这个朋友 记得点个赞哦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期见